1月27日,这一节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乌克兰与俄罗斯,今次接近要打仗这个紧张的局势 对于未来美国股市,世界股市的影响 当然对于乌克兰本身又会怎样呢? 如果打得射,如果打不射又会怎样? 或者对于俄罗斯又会有什么影响? 最重要我们要看看最后对于经济和股市的影响 这是切身的 在讲解之前,我今天做了少许功夫 但是先介绍一下乌克兰 大家有所不知,原来鼎鼎大名的偶像明星之一 李安纳杜先生,Titanic看他的年轻人 最近有一套最新的movie,我也有看 他每一套电影都拍得很好 特别最近他拍的那套Howard Huge 即是美国的年轻首富 亦是有名的飞行家 那套电影我也有看,非常好 他原来的祖父辈都是,他自己说是Russia 即是苏联人 但是再考证下去 因为以前乌克兰是属于以前的苏联 所以考证下去,Google一下 李安纳杜是乌克兰裔的,有乌克兰血统 也有德国血统 除了李安纳杜,鼎鼎大名是乌克兰人 我们现在要忍 很多明星,美女,都是乌克兰的 原来乌克兰是出产美女明星 还有什么呢? 好的是他,不好的都是他 是什么呢? 油,制造核子弹的油 原来乌克兰的运藏量是全欧洲之沃 还有很多煤 这些煤真的麻烦了 特大部分煤六成多以上都是供应给俄罗斯 所以他还有很多的铁矿 又是给俄罗斯 铁是用来生产钢铁 油,生产核子弹 或者是做核燃料,或者是核电厂 对俄罗斯来说是多重要 所以俄罗斯当然是吞了你最好 其实他是再收回 因为以前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分子 分了出来 分了出来之后 乌克兰真的很惨 在1990年代离开了苏联之后 独立了想着应该有一片好景 但是在经济学上或者管理学上 跌入了一个麻烦的陷阱 是什么呢? 贪污和没有经验管理 还有就是政治和经济 合而为一在一小撮人手上 类似现在的中国一样 在这情况下 政治和经济在一小撮人手上 谁会最富有呢? 所有中国人都明白 当然是执政那群最富有 难道我们的平民百姓最富有吗? 结果是什么呢? 大部分的富有都在一小撮人手上 而引致到什么呢? 由90年代、91年代到现在 真是惨的 乌克兰 那么多资源的地方 只有4100万人口左右 大概是地大密博 它拥有的人口 是全世界的不够1% 0.8% 但是它拥有的资源 是占了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 这么资源丰富的国家 居然是欧洲 现时来说 算是最穷的国家之一 比周边那几个国家都要穷 它的人均收入居然是 少于四千元美金一年 台湾都三万 香港六万多美金一年 每人人均收入 俄罗斯都一万以上 你这个四千元都不够 这个每年人均收入 是怎样? 是拍得住东南亚的印尼 是呀 资源这么丰富 美女美男这么多 是吧? 结果 是真的暂时还是很窮 OK 这个就是一个人为的因素 在政治不够成熟 经济是它有资源 但是没有得开发 集中在一小撮的政治家手上 贪污腐败 就怎样呢? 全部私有化 有钱赚的那些全部私有化 然后将国家的钱 丢到自己私人银行 然后全部打什么呢? 打民族主义 另外一方面 经常都是赖的 是苏联压逼我 现在不叫苏联 苏联压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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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压我们 打这种叫做民族主义派 但是救不了它的经济 它的经济真是很惨 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很窮 所以很多人移民 你发觉加拿大很多乌克兰人 周围都是 你想想以前我们满清年代 或者民国初年 或者就算后面解放了的中国大陆 好像包括小弟 我们为何移民到加拿大 就是因为 在原居地 真的搞不好 要么太穷 要么被压逼 要么觉得不安全 全部死亡 七百万香港人都在走 所以很多乌克兰人 是去了尼康别井 和其他地方 这是乌克兰的现状 我们又想 乌克兰的地理环境 我们知道 现在俄罗斯要包围着他 预备打他 打得成又如何 打不成又如何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在香港人 就比较切身 会感受得到 但我要变的人 未必感受到的 说回了 在一百二十多年前 南京条约 满清政府把香港的小鱼村 割扬给英国 即是自己很穷 又不是这个很穷的儿子 香港 嫁给英国 英国 基本上是抢了过去 立了你的儿子 在当时 我想一百个 或者一百零一个 中国人 都很反感 你这么明抢 你抢了我的儿子 是吧 我们民族主义的心态 是这样 我怎样都好 我死 我饿死 我全家饿死 我都死在一起 我都不想 你都不可以抢我的儿子 这种一定是 就算我 如果我在山海那个年代 我都会这样 我都会走出街抗议 是吧 一百年后 1997年 或者1980年代 泰瑞义夫人 答变邓小平 将我还回给中国政府 我的良心发现 我抢了你这么穷的儿子 现在养得他肥肥白白 个个都发败 我给你 有没有了解一下 儿子的感受 香港人的感受 我不管你是哪个爸爸 总之你问一下我 我还是想继续发展 想可以 风衣粥吃下去 乱说东西 你就帮我送回去 我以前那位穷爸爸 现在他不只穷 他不是穷 现在有了钱少少 他现在很专横 又不让我说话 第一种就是 现今香港的状况 我们用历史的清算一下 一百二十年 香港在南京条约的割药上 香港有没有得益 当然有 毛律志 哇 飞黄腾达 但我们没有水晶球 在一百二十年前 任何人都会反对香港被割药 英国抢我 怎么搞错 但如果你有水晶球 一百二十年 发觉 每个香港人都很开心 被英国统治一百二十年 原来是相对在中国大陆 那种封闭 又不让我发展的环境下 香港发展得非常之好 这个例子 你等到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你一定被人斩 被人骂 为什麽呢 他到底是怎麽呢 一赞成俄罗斯 立了抢回乌克兰 民族主义 你是死罪 你还是犯了天条 所有乌克兰人 第一时间斩死你 就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 你说赞成香港被割药 我想你二和团 那些人一早就砍死你 再不是清朝的兵都砍死你 再不是你街坊伦理都砍死你 我们用冷静点的心态去想 我们纯粹是理论上来说 俄罗斯的GDP每人超过一万 俄罗斯比相对今日的乌克兰 他只有四千以下 俄罗斯是双倍 在融入了大角下 回到俄罗斯的怀抱的时候 资源分配应该会更加有效 是总应该好过现时 今时今日的乌克兰的统治者 这个撇除了我们 不要说什么种族的主义 不要说民族的主义 我纯粹当是世界一个地球村 如果是哪一个做总理 哪一个做总统 哪一个做管治的 是有能者当之 我不理你黑人败人 我怕连黑人都可以做美国总统 这样的情况下 你这样想 你会觉得 如果乌克兰再回到俄罗斯 它的经济体系 是会更加好 发展得更加好 即是世界的经济 包括自己的经济 都会大推动向上 当然 这是一个没有民族感情的机械人 下定的决 即作出的结论 你要是外星人才行 地球人 就一定是 我跟你死过 我不吃饭跟你死过 所以 你要理解 理智与现实 其实真是两码事 如何影响现实的经济 如果真是大家理智 俄罗斯和乌克兰 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 经济学叫做 economy of scale 即是拿到一个经济效益 你平时乌克兰六成的钢铁煤 都是去到俄罗斯的 然后 很多资源都会给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才会吞你 如果合并了 资源分配会更加好 即是不用打仗的情况下 而这样合并是最好 但这不会发生 因为 即是等于 中国和台湾 不用打仗的情况下 两个都会合并 台湾当然不肯过你 我三万多人均收入 我自由 你 低一万元 民均收入 美金一年 还有你不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 中台很难谈得 但俄罗斯和乌克兰 乌克兰 俄罗斯比较有钱 相配 容易谈得 股市方面又如何 如果真的打仗 即是打仗 即是说 苏联 我常常说习惯苏联 你知道上一代 其实是俄罗斯 有时你听我说苏联 实际我只是说俄罗斯 现在没有了苏联 所以不要计较 总之我们知道 就是普京领导的政治团体 现在围住了 苏联 但是 真的动起手上来 三方面都输 你猜 动刀动枪 不用浪费子弹 不用浪费资源 还有 你考虑一下 一借镜 中国大陆都还没动刀 就已经被美国开始制裁 一制裁的时候 已经哭不够命 GDP开始跌 国内的房产 恒大都开始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受得起全世界的经济制裁 当然可以了 以前就说一起吃草 曾经富有过 再回来吃草 就不行了 如果我们一路都是吃开草 或者吃开沙 石 再吃草 可以 即是毛泽东年代 你富有了 有了钱 回来再去叫人吃草 当然很难 明白 所以来说 一打的时候 俄罗斯的选拗会很大 另外一方面 受到经济的制裁 对于湖南来说 一打 当然整个地方都散了 那些资源 可能要重新再弄 工厂倒下 炸倒下 打破了 要重新再搞 又来过十年 你本来现在GDP 是4000元 美金一年 一打完仗 就跌下两三千 甚至回千多 然后再慢慢用五年十年 慢慢去搞 湖南最惨 对于其他西方国家 北戴西洋公约组织 有什么借数 都没有借数 为什么 你现在合在一起 又不是真的全部打进去 你说是否会有经济效益 这里又去看看 看什么 看图表 在图表前 看一看 这位仁兄 这位仁兄 大家应该 认识他 OK 啊 布殊 我把布殊放在哪里 先看看 我找了他出来 直接打一个给大家看 2003 看看 帅哥布殊总统 哈哈 有关 2003 布殊总统 这位帅哥 他动刀动张 去打伊拉克 这个就是第二次的交付 把撒达姆拉到台 但对经济影响是什么 很重要 看回经济影响 就是这里 OK 这个就是 杜瓊斯指数 在入侵 不是入侵 即是美国去打伊拉克之前 是怎样的呢 在这里 3月20日之前 放在这个位置 最低的位置 3月17日 就在这里 这是周线图 2003年 3月20日 美国出兵伊拉克 OK 什么环境 看看图上 是连续由1999 由2019 由2000年 2000年 2000年 开始 美国股市一直跌 年跌三年 跌到2003年 跌到底 跌到最低的 跌到7000多点 跌到最低的跌到7000多点 跌到一半又多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当时小布殊总统 他全副 即是美国去攻 主要来说 他真的去攻伊拉克 这样他带动了 国民生产总绩 所以所有股市 全部上升 你看 2003年 都不用一年 不用一年 将三年的跌幅 一次过收回 这个就是有时候 就是 打仗 对于当地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或者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 所以 有人会想 今次如果打乎哈勒 美国参与去打乎哈勒 会不会有相同效果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美国一个出兵 还有美国派的兵好笑 是未可以 动到自己国家的生产力 第二 当年去攻伊拉克的时候 是美国股市正值低潮 今天不是 今天看 看今时今日 美国股市连续 一直藏身高 现在是在高峰回落 一些 在高峰期下来 你去打这些小仗 自己教我自己 明白 还有 美国总统 喜不喜欢打这个仗 我又告诉大家 拜登现时 他的民望 高还是低 我觉得不用我 作战会图 他的民望是有 执政到现在 超过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认可他是一个被合资格的总统 今天他剩下多少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人 很多人认为他是合格 大部分是不合格 当然是中间分子 超过五成说他不合格 但普遍来说 在这几十年来 美国的总统 这几十年来说 他百分之四十 即是说他百分之四十 合格的领域 是这么多届 最差的总统 是差得没有人有 在这么差的总统 幸好他年纪大 的底下 他可不可以 透过打仗而力挽抗蓝 然后将 这几十年来说 刚刚激着口水 是力挽抗蓝 他推高民望 想都没想 为什麽 第一 他支持率是太低 低到没人有的时候 再想板高是很难的 第二点 他今次出兵 是小无小眼的出兵 即是不到喉不到肺 你明白吗 一早也不敢肯定 跟别人说 只是打拆边球 所以因为这样 美国公人民才觉得你无用 你看博士新闻 怎样批评拜登 对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次的乌克兰的危机 是帮不了拜登 是只会暴露了他 脑袋不可以应付这麽复杂的问题 他的民望会继续跌下去 好了 但美国的故事是怎样的 大哥 以前是美国的故事大声而已 所以我告诉你 今次这一件乌克兰的纷争 是帮助不了美国的故事 庆幸 庆幸乌克兰的大部份出口 我还查过 好处大部份都是去苏联 和中国 他不是大部份去其他西欧国 这一件乌克兰的故事 形成了他也是出媒 形成了他对于供应链的影响 会比较少 因为他一定被人打扰 残材的话 对乌克兰的出口 就会少很多了 幸好其他西方国家 包括五眼联盟 都不是依靠乌克兰 变了来说 他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供应链 全球性的失败转 也不会加重了 我们的通货办长率 换句话说 今次这个瓦亚 这个冲突 在经济上 只是一个很少的列异 应该 据我个人的估计 和分析 影响不了太大的美国股市 推不了它上去 而反而 美国股市未来就惨了 人都知道要加息 这就惨了 人都知道 你已经去到高位 没有力上 这就惨了 是否这么说 人都知道 管治政府无能 这就惨了 人都知道 你继续大洒 金钱 invation在路上 但实际 未来会下跌 这就惨了 在这情况下 当然 葛和青 葛和青 是广东人的术语 即是 趁好收益 如果有钱 快点拿出来 买砖头 买黄金 什么都好 就会暂时离开股市 所以 我看到的 美国股市 回到你面前 杜云斯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他们也是会调整的 但是 是否大跌 不会 暂时会大跌 因为 为何呢 在三月份 还要大洒金钱 但是利息 又有阴厘 他继续 即是要加息 所以 美国股市 应该是调整了之后 然后真的要打横 然后会继续再调多些 因为未调完 调到bottom的时候 即是一段时间 然后再出现了 打横下 横底 然后希望看到时 有没有 政府 有没有鼓励 国民的生产 有没有更好的 policy 还有 世界上 终于没有其他乱世 即是没有再有乱局 这样 股市就有机会再反达 但另一方面 如果 打的不是乌克兰 打的是台湾 那么大陆 台湾供应了很多这些chips OK 给手机 给其他厂 包括汽车工业 都有 打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这样就是影响生产链 如果打了台湾的话 M1都是他做的 台积电他们帮忙做 我这台电脑M1 现在正在用M1 我都不用录 我用了9台电脑更加不用录 所以 如果打台湾 就对全世界影响 就很大 所以 美国是会用航空母舰 去保卫台湾 但美国不会用台湾 航空母舰 也都进不到去黑海那里 去保卫这个 去保卫 这个 好了 那这一节呢 就分析了 如果 如果 乌克兰打仗 如果不打仗 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不过 大家都要明白 有时候 我们在理智上 觉得 民族精神 民族主义 没有理由来 吞并乌克兰 但在理性的分析 你想想五十年后 现时 虎哈兰的GDP 只有这么少 是俄罗斯的一半 如果合并了 会不会有更好的GDP 所以这个真的很烧爆脑袋 就是理性 或者理智 与自己的心 想做 是两样 变成了 熟德 熟失 选哪样呢 去一百年前 你抗议 骂那些英国人 拿去香港 还是你 会预知未来 去支持 我支持英国 接管香港 可能还没说完 然后已经被人扔死了 哈哈 现实就是这样 随便投资日记 希望多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地理常识也好 经济常识也好 但是都是息息相惯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转发 OK Subscribe 然后等多些人可以看的时候 多些人分享 我希望每一集都会说到这个股市 但只不过是如何连续下去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着 一起走